現在我們哲學星期五兩年了 就是我們在2014年的1月開始的第一場哲學星期五在台中 那所以到今年2016的1月我們就滿兩年兩歲的 那也很不容易 那不知道有沒有朋友是第一次來哲學星期五 有沒有 舉個手讓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第一次來沒關係 來 手放下 謝謝 有一些朋友第一次來 那有一些人可能來過 不管你是不是第一次來過 來過好幾次 那我想說可以跟大家稍微再談一下 什麼是哲學星期五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哲學星期五 為什麼要做哲學星期五呢 很簡單只有一件事情 哲五的目的就是說我們希望說 在台中可以有一個好的一個公共的論壇 那公共論壇要做一件事情而已 很簡單 我們要把事情講清楚 那為什麼要把事情講清楚 因為我們看到說現在我們目前的整個 我們說公民的社會 公民社會裡面我們看到說 我們在討論事情的過程裡面 我們當然可以有自己的態度跟自己的立場 包括像哲五 我們也會有自己的態度跟立場 可是在我們擁有自己的態度跟立場的時候 我們更需要去關照到 關注到別的人 跟我們不同立場的人 跟我們不同態度的人 那做一個彼此的好的公共的溝通 那這個公民社會才會比較好一點 而不是說我們永遠都只能有一種的聲音 這樣也很危險 其實假設你的那個聲音是 看起來是一種正正的正確的事情 可是如果也只有這種聲音存在的時候 它也會變成一種很危險的事情 那我們希望說像哲五這樣的公共論壇 我們可以促進不同意見彼此的交流 那在彼此的差異當中 我們尋求更多的共識的一種可能在 那所以我們就有哲五在台中 那每一年每個禮拜五 我們都會有一場的哲學星期五 針對不同的主題 那所以什麼議題都可以談 那像我們今天要談這個 團權與民 直接民主的部分 那哲五操作的這個模式 比較像是神意式的民主 也就是說它具有神意式的精神在裡面 神意式民主的精神 就是說需要更多的審慎的思考 然後做明辯一些辯論討論這樣子 那我們這樣子一年要操作 五十幾場的哲學星期五 那我們怎麼做呢 因為我們有一群志工 大家都沒了解 那就是這個北探子 然後我們透過一群志工 每個禮拜五來run這些不同的議題 那志工團裡面的很多成員 不斷透過他們的發想 那去聯繫 然後去組織 然後來操作成每個禮拜五進去 所以每個都是志工 那我們怎麼去維持呢 所以來我們請我們志工的夥伴 我們後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叫做易住箱 這個我們就是靠這個每個人 一點一滴的捐輸 你有一些零錢 有一些想要投多一點就投多一點 當然哲五是不收費的啦 但是我們會靠有一些支持的朋友 他覺得說哲五是一個很重要的公共論壇平台 所以他願意 也許只有投一些零錢也沒關係 來支助哲學星期五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是靠這樣的方式來維持我們的運作 每個禮拜 那包含我們的講者也是沒有領講師費用的 因為我們透過我們是一個分享的概念 然後找每個不同的團體啊 或不同的個人 然後來分享他們正在做的事情 因為我們常常這個社會裡面有一些人很重要 在做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他們不會被看到 不會被主流的媒體看到 所以也許我們透過哲五這樣一個小小的舞台 然後讓他們來分享一些他們的經驗 那有興趣的人就可以跟著他們一起來行動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邀請到這個全面罷免 還有這個導播前進 這兩個組織的志工朋友 他們會來做一些分享 那當然裡面也有我們哲五志工 那 好 那所以今天 今天 2016第一場 就是很重要的一場 那哲五的 我說要透過彼此的溝通交流 那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就是說我們彼此要認識 然後談一下你對一些事情的看法 沒有正確的答案 可是我們很鼓勵大家講出來 因為你在學校 以前可能在學校 老師就說 不鼓勵你講話 不鼓勵你發問發言 因為你可能 或者說你也不敢 因為你想像中會有一個正確的答案 可是在哲五這個場合裡面呢 我們歡迎所有的答案 我們歡迎所有的立場 那對於有一些比較少數的立場 你可能不同意 但是沒關係 我們要盡量站在容忍包容的角度 來看這些跟你不一樣的意見 所以我們鼓勵大家來談 你的想法 立場 所以 待會兒自我介紹 談一下說 不用太長 10秒到15秒鐘 談一下你是誰 你對事情的 今天主題的看法 沒有看法也沒關係 你為什麼要來參加折舞 或者不想要談也沒關係 都很開放很自由 那我們是不是請我們志工 從前面好了 從這裡好了 喂 大家好 我是冠惠 我是台中人 然後也蠻常參與這樣的活動 是因為就是 就是青年下降 就有一些政治上面的那個 一些政策上面的改革 會想要多提提多方面的團體 去找他們的想法 講到什麼 大家好 我叫李玉玲 那從上一次 大概哲伍一歲生 那個審訊看來 不知不覺已經過了又一年了這樣子 那今天主要會來就是 可是 同學 之前有希望 一萬多 很遙遠 今天想來了解一下 導播前進接下來何去何寵 還有這個活動為什麼叫 大葡萄還是叫什麼大蘋果 為什麼叫做大蘿蔔 很好奇 它是紅蘿蔔不是大蘿蔔 所以今天想來了解一下 白色就比較像人生了吧 大家好我叫張英傑 然後目前在德國工作 德國放假回來 然後因為在國外比較少機會 就只有通過網路可以看到 就是台灣的一些事情 然後現在想有機會就是來這邊了解一下 謝謝 大家好我台語比較不認真 所以我要說你的情況 不是阿平 嚇我一跳我以為你要全身講台語 我是林耕平 自從去年然後下半年度開始參加折舞之後 我意識到一件事就是 其實我很關心空氣品質空汙的問題 但我發現沒有太多人關心 於是我就開始關心一些 沒有太多人關心的事情 然後透過折舞是一個非常好去關心 跟拓展點線的管道 所以我就一直來 因為反正都是每個禮拜不一樣 對對對 謝謝 大家好我是當當 那今天除了來聽關於公投權跟罷免權的議題之外 我有帶一個很特別的農民禮 農民禮以後來賣 新年到2016來看一下農民禮 什麼東西可以吃 它上面有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主要就是一些 現在我們可以去關心的社會議題是什麼 那它有什麼解放 離工商服務還會比較近 謝謝 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的內容還蠻有趣 就是主要說現在有什麼社會議題 是我們可以去關心的 那它有提供說我們要怎麼去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有準備蠻多份的 如果有興趣的人其實都可以帶一份比較 就看後面這樣 有興趣的找我們這位朋友拿好 蒙黑地 政治的這個破解法這樣 我知道你嘛 都很快樂 好啊 我算是 來著我也 也不少次了 那就是 是因為 之前 因為我自己也滿了20歲 當然 就也認為我參加聯署 但是我之前還是 簽了倒過前進的聯署書 等到如果很不幸的 我20歲的時候還是需要的話 那就可以開場用場 希望不用 對 對 希望不用 但是就是去年初 去年12月初 就是聯署就要失敗之後 之後又出現了一個 我也覺得蠻特殊的聯署書 叫做 守護XX聯署 那 那我們 我今天你用說話 我們大家熟悉 就是守護家庭聯署 用 用詭異的管道 進行 然後 就累計十幾萬分 就累計十幾萬分 我是滿好奇的 然後也滿好奇 不管是他們的立場 還是 還是 導國前進 或者是全民放美這邊的立場 這些聯署 在這麼噁心的門檻下 到底有沒有成功 那 就是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小溫 前陣子工作太忙了 然後最近 難得放假 想說 洗手一點冷氣 找回一點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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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參加折舞 台中人嗎 對 以後可以常來 因為我平常晚上比較沒有時間 就剛好放假 剛好放假 謝謝 我們平常晚上沒時間 我們有直播 線上直播都可以看 大家好 我是Tucky 好 要多講一點嗎 不用了 台中人 大家好 我叫老童 我今天來的話主要是 在台灣 然後順便了解一下 周遭發生的事情 司機 好人 好人 我叫Key育 我這是我第一次參加 哲學信息舞的活動 那我家住在南投 當初 那個 回遊從台中學院發明前 我有踢腳 但是最後 似乎是功敗成成 然後我想今天 就是來了解一下未來的話 你 若以未來的話有什麼樣的畫 謝謝 大家好 好 好 我叫雲真 然後我跟前衛 在德國工作的狀況差不多 最近也從荷蘭回來 那是因為在那邊 我們也是一群學生 想要推動哲學信息舞在荷蘭 欸有嘛對不對 記得也在萊登嗎 對我們辦過兩次 所以我想說剛好 所以你住萊登嗎 在附近 對 所以剛好來這邊看看 台灣怎麼做的 一起學習 好啊 謝謝 我偏他來 可是我找到我們大學室 喔真的喔 所以 好妙喔 所以一定在時常驚耶 來 剛一個地方 什麼大學 好 好 來 再來 嗨 大家好我是偉俊 嗨 嗨 我是他早來的 我是他的高中同學 他也是不期而遇嗎 沒有沒有 下午 有約了 OK 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是君臻 很久沒來 所以今天第一天 你們要來報告一下 好好好 感謝君臻 大家好我是Duke 之前是職務的常客 然後最近比較沒有來 然後我想說 剛剛那個總理提到的那個 現象 如果說需要 我在我想的想法裡面 是可以跟商業模式 配 因為我們職務也是一種 創新的那個民族方式嘛 然後再如果能夠搭配 那個商業模式的話 我就相信是蠻有得的 只是說 我們要去集大底下 那是錢 但你們都做不到幾年了 我們分享你事業 好 這個可以討論一下 大家好我是G 大家好我是陳吉 第一次來嗎 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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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之前在那邊 然後我今天來是想要了解一下說 那 公國原署 活動結束之後 有什麼新的任務 有什麼新的任務 等一下要解答一下 好 各位 大家好我叫布魯師 布魯師 跟朋友來 坐他車來 好 就視頻大家也可以看看 好 一線 大家好我是布魯 然後我之前有在Follow 哲務的那個粉絲專頁 然後今天想說來聽聽看 好 那之前有聽過那個 他們這個老婆前進啊 全面報名 沒有 沒有 所以不知道他們正在做 他們之前做的那些 對 好 OK 那個我是塔丘 對 對大家好 那個明天啊 反正大家都放假 他可以大家揪一揪去那個 那個神 神剛對不對 神剛是 這很重要 對 講三次快點 神剛 神剛 嗨 師 老師 怎樣 了 HD sed 更重要是這個叫龜草搖滾 龜草搖滾 大家可以用你的臉書 Google一下 額 額 9點,也會跑到隔壁的鄰居 對,沒有錯,因為還沒有10點 好 有狹窄的地方嗎,都讓你家早一點睡 真的,這個很適合合家觀賞 然後1月3號的話是10點開始 那前面的話會有社區的一些表演這樣子 然後跟晚上的話我們會請到董事長樂團 董事長 對,沒錯,還有那個滅火器的養大 滅火器,對對對 還有誰 各位本師聽到的,還有最厲害的就是Freddy 喔,Freddy,林常座 對,沒錯,就是林常座 然後 從台中,台北選到台中文 如果他在台中,我也會同他 好,那大家可以搜尋龜草搖滾 好,龜草搖滾 明天龜草搖滾,大家有空的話可以去走走 我們哲乎也會在龜草搖滾擾牧館 好 大家好,我叫顏珍 是 我講完了 嘿 多講幾句 大家今天要來喔 來哪裡? 哲乎 大家明天要來灰草搖滾嗎? 我會在舞台後面 你會在舞台後面?沒有沒有,你要站上舞台 好不好 那大家看一下 那要來就是喔,要來管天氣草搖滾 好不好,我們明天有這麼漂亮的美女要在現場 大家好,我是佐佐,在2016年的1月1號,全面放別人在這裡整舞,還有這麼多人來我滿感動的 我以為有賣你 沒有 我覺得今天 我還以為說全體員工什麼之類,你知道嗎? 沒有,因為今天是大家出去玩的日子 我覺得大家會來關心政治,還有關心武道理權 其實是還滿更懂的一件事情 然後明天就是大家有空,明後天都要去一下神高這樣 然後我是在服務處,全面放棉也有攤位,有賣鬆餅 是,是,是,嚇我一下,我真的 那你以為我說要全體員工要怎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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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大家好,我是閃亮 我明天也會在龜草搖滾 然後廣告一下,全面放棉正在招募贊助會員 所以,如果大家對我們有興趣 等一下請問有興趣的話,請大家上網贊助我們一下 有送T-shirt喔 而且是登大哥親自設計的 好,贊助費用多少 一千元 一千元 對 就有送T-shirt 對 而且T-shirt是限量的喔 T-shirt限量的,T-shirt限量的,T-shirt限量的 很好,很好,很好 我發現大家已經開始熟了 就開始會做工商服務,非常好的 我們歡迎各個團體在哲伍做工商服務來 大家好,我是玉秉 前面剛講的都講的差不多 明天有,我們就記得到會操練的 神剛嘛 對對對,神剛 那個Google定位三才幼稚園旁邊 三甲幼稚園 對對對 然後就是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1月16號一定要去投票 1月16號一定要去投票 不然你過去八年再幹講什麼 對 好,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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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鴨子 對啊,然後明天的那個 龜草腰混 我會 我會 我會在那個全面八明 他會上面 我現在大家都說 今天龜草腰混 我都沒有聽到說現場 明天龜草腰混 我會在那裡唱 幫我來幫我來 等一下 等一下會有一個 真的明天要在那裡唱的 不是我,不錯 好,不是我 好,那個 大家好,我是鴨子 我志工 然後大家講龜草搖滾 那為什麼叫龜草呢 就是希望說 年輕人可以在台中的地方 就是竹草 然後不管說是 你是台中人 然後迴鄉 或者是說 你生活在台中身邊的人 然後希望明後天 都可以到神剛這邊來走走 那剛剛除了說 有很精彩的樂團表演之外 也有一些GO的攤會 還有在地的一些小市集攤辦 然後在的話就是 會有政治的一個小舞台 大家可以去那邊了解 我們一些團體的理念 或者是政治人物的理念 那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你看以前這種 音樂 我們常常 就是音樂歸音樂 政治歸音樂 我們現在開始 音樂的跟政治 就是要拉在一起 因為生活就是政治 音樂就是生活 這樣子 好,還有沒有人 還沒講到 大家好 大家好 好,來 大家好 我還要聰明 我是在台禮拜國 聰明 三十七天 最近有一個公佈 就是對小孩走 對小孩走 因為我有十幾歲 所以我 你對我走這樣 其實我對一頂小孩 已經對一頂年了 他們在做很多活動 我都記得 我也是很感動 所以對大家說 我們這位十六歲 我已經可以回家 好 我還以往 回家 我回家 我回家 我來回家 好 好 好,來 請問我 加幾個 加,加,加 對,對 大家好 我是俊佳 那現在是 失業家 失業家 好 謝謝 好 好 還有沒有哪位朋友 來 我們有新來 兩個新朋友 我們 第一次來嗎 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簡單的講 說你是誰啊 從哪裡來啊 為什麼今天想要特別來聽這一場 哲學興趣 這是第二次來哲悟了 是 對 之前是在那個好辦嘛 對 然後我姓莫莫死的夢 我叫繁家 然後我來自台中 然後我現在工作是社工 是 學妹 東海的 對,謝謝 你好 我也是第二次來 然後前一次也是在那個好辦那邊 是 對 然後我叫小邝 你清晨 對 好 好,謝謝 謝謝 還有沒有 都介紹過了 好 那我們待會就開始 我們正式今天的哲學興趣 那會非常精彩 然後透過 其實 像他們就是 平常也有自己的工作在忙 因為我們其實每一個人 我們每一個人 身上都掛了不同 各式各樣的工作 在各自要求 可是我們在忙的過程之餘呢 工作之餘 又要去關心其他事情 那很難得 大家 那這些人不是去追求小確幸的生活 當然也要追求啦 對 但是 除了這些東西 他更關心說 我們公共的生活 也就是說 這種事我覺得對 跟我們哲悟很像 就是我們在追求一種利他的 我們都講利他的虛榮 對 因為我們其實要透過一些利他的精神 其實利他的精神不只是滿足了自己 但同時是真正幫助到別人 那他們為什麼會去從事這些的運動工作 那我覺得他們今天會有很精彩的 呃 這個分享 那我們先把主持的帽子 交給我們哲悟的志工小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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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